在下面你发现了四颗恐龙蛋 第一颗恐龙蛋裂开了 是什么恐龙呢 一起把它拼装起来看看 是一只三角龙 一只会说话的三角龙 接着第二颗蛋也裂开了 一头红色的恐龙 把它拼装起来 是一头霸王龙 霸王龙也说起话了 第三颗恐龙蛋裂开了 这次是一只绿色的恐龙 它有长长的脖子 是什么龙呢 原来是一只腕龙 我们是善良温和的万龙 小朋友我来了 我们是万龙 我又居然身躯 OK 万龙正在说话呢 还会唱歌 最后一颗恐龙蛋裂开了 这只恐龙有翅膀 小朋友看出来 是什么恐龙了吗 是一只会飞的翼龙 它还会说话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篇章出来的四只恐龙